他肯定不是宋朝最孤独的人 但他却写出了宋朝最孤独的词 别人作词是偶尔的孤独一下 他写词是除了一两首祝寿词 一水的都是寂寞 愁苦 孤独了 连他本人也是个少有人知的冷门非主流词人 他叫相浩 也可能叫相浩 大约生活于南北两宋之间生平不祥 他填过一却如梦令 堪称三百年来大宋慈坛最孤独的一首小令 如梦令 谁伴明窗独坐和我影儿两个 登记玉棉时 影也把人抛躲 胡诺 胡诺 泡个西黄的火 漆黑清冷的长夜 平窗独坐于昏黄的孤灯前 天地之间一片死寂 只有窗纸上那个随着摇晃的灯火 瑟瑟发抖的影子才伴着 当火燃尽 想要灯榻独眠时 连飘忽的影子也抛下我 和入无边的暗夜 无奈啊 无奈 黑暗中只留下七黄落寞 渺小无一的我 相浩的孤独是由心而发的 一是作为有家国情怀的文人 面与北宋灭亡 山河破碎 怎能不鲜生凄凉 更主要的原因还有他本人境遇的落魄穷苦 渤海新闻一件续致记载 相浩虽富有财血 但生计却极度窘困 穷到他老丈人要把嫁给他十多年的妻子 强接回去另嫁他人 人穷 至短 相浩只能默默地看着妻子收拾的形状 临行他写了一首补算字 偷偷地放入妻子的庄盒内 妻子回到娘家 发现了藏于庄盒内的词 补算字 记内 修场一灵心 争慎闲言语 十一年前病诊时 没个千情处 三岁学颜儿 七岁娇痴女 说与旁人也断肠 你自思量曲 那灵慧聪明 何必逞一时的任性 听信那些无谓的闲言岁语 十一年来同床共振的恩情 难道就没有些许值得牵挂的吗 如今留下三岁还在学术化的小儿 七岁尚不懂事的娇女 这一等境况 就是说于不相干的旁人 也要为之长断 落泪 你自己思量着决定吧 妻子读完 依然回到他身边 两人相守终老 相浩后来当过县令 但也没有根本改变他 颠沛多减的命运 相浩的词锋读书一致 与当时的主流迥义 喜欢用俗语 俚语 通俗自然 倒是与原人的风格相近 但他词随理俗 意韵却深长 杨慎评价 词词礼而一身一家作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